每個月都會傳訊息 然後我就到後面 因為他不是就恐嚇我嘛 所以我就把他封鎖 封鎖完之後他就 封鎖完之後他就寄E-mail 寄E-mail 寄E-mail 你說那種就是合作信箱E-mail 對沒錯 所以你不覺得每天開開心心的話就會 開場的快樂 所以就是講話內容要有一點有趣 楊瓜 個性就是要幽默風趣 哈囉 歡迎來到小珍奶頻道 我現在人在那個潛水灣的海浴棚 這裡非常的漂亮 就是不僅可以玩水 還有很漂亮的棚內拍照 如果想要來這裡烤肉啊 或是來這裡拍照的 大家都可以來這裡玩水唷 我今天也要來邀請一位 重量級來賓 跟我同一隊的衛生龍拉爪女孩 我們的真人版納美 欣賺 耶 很開心可以來到小珍奶的頻道 對 上禮拜才剛上了一個重量級影片對不對 大家要抓到看了吧 趕快去新城的頻道 新城頻道是 新城要去哪 大家一定要趕快去看 那一集有小珍奶跟新城的 閨蜜之間的談話 新城我想要跟你聊聊說 就是你創頻道的一些心路歷史啊 因為 新路歷史 對因為珍奶其實就是 比較晚開始創立嘛 那其實我們對上少數有幾個女孩都有 其實她最近Like也有在創 Like的頻道啊 然後我覺得新城頻道也做得很好 其實新城我看到的頻道都是很多極限運動耶 那其實我最早之前一開始我自己沒有團隊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有開頻道了 然後拍了三集之後呢 就停更了 然後一停就停了 大概 好幾個 三年了還經歷了 過了三公 對因為我發現就是還是要有團隊 對 我影片真的剪不出來 團隊真的很重要 大家之前應該有看到就是我的頻道 一開始的時候拍的影片叫挑戰公園阿伯 然後要找街頭就是哪裡最厲害的公園阿伯 那你後來有找到最厲害的公園阿伯嗎 有啊 有很厲害 真的 那那個時候你的剪片什麼之類都是自己開 那時候是我朋友自己幫我弄的 那我看你的頻道一開始啊 就是都是走籃球這一部分 那你現在就是拍完一連串籃球的企劃啊 已經像有想要再拍什麼樣的企劃嗎 你的頻道 應該說就是我的頻道為什麼會叫這個名字阿 就是因為我不想要受限主題 那就除了就是籃球之外 那像我現在有一個就是閨蜜系列嘛 所以上次來就邀請珍奶來閨蜜系列 就可以聊聊天 講得全身冒汗 對 然後後面的話呢還有 因為我接下來會參加那個皮克球比賽 那我會記錄一些就是皮克球的就是點滴 就是我的心路歷程阿 因為從一開始不會打 那到後面參加比賽 然後結果怎麼樣也不知道 因為畢竟比賽還沒開 應該可以喔 我剛剛上次看你那個限動的那個影片打得超順 還在練習當中 但已經很厲害了 至少都打了 然後可能就是還會有棒球 喔棒球 你說那種投手 欸我今天有看到你那個預告喔 就那個九宮格 對沒錯 我上次也去體驗那個九宮格 我真的是一直爆頭耶 我真的不是投手的料耶 欣辰那你覺得阿 像我們就是當啦啦隊女孩阿 然後又同時有監創頻道 你覺得有什麼樣的優勢嗎 有什麼樣的優勢嗎 當然還是 就是球迷會看 喔對 球迷會 但是除了球迷之外 可能就會沒有其他的觀眾 所以還是要拍點不同的主題 不同的主題 現在剩球迷支持我們這樣子 對就是球迷 然後大家也會幫忙分享 對啊 就是可以讓更多人認識我們說 除了我們 會應援之外 我們還會很多其他的活動運動 還有私底下其實也有很多可愛一面 或是認真的一面耶 所以其實 其實大家對女孩進行頻道 真的不容易 但是也有很多 其實最主要的初衷是 我們都會希望讓更多人看見我們 然後也可以就是在沒有球技的時候 也可以讓我們的球迷 粉絲們還是可以繼續跟我們 透過影片上跟我們互動 好沒錯 今天還有重要的主題 我以為差不多了 今天冷氣夠強喔 會不會換你要冒冷汗 冷氣夠強應該是不會 我也很怕你問我什麼問題 主要就是啊 之前在抖溜的時候 有跟星辰聊過一些 小小的感情性怒食這樣子 是感情的部分 嚇死我了 所以我們想要跟星辰聊聊啊 星辰你跟我們分享一下說 交過幾個男朋友 交過幾個男朋友 真的不好說 發出來 沒有啦 沒有啦 跟我們分享你一段 我真的忘記喔 我真的忘記 因為我記性不好 因為我不想想起這些人 那你遇過什麼樣的渣男嗎 我覺得他就講到 我不想想起這些人這樣就 你就可以懂了 渣男的東西 我就很可以回答 我不是要一竿子打翻 就是全部所有的人 但是因為我之前遇到一個 天蠍座的男生 他就是那種得不到你 就想說弄回你弄完 這故事非常長 那我就簡單講一下 就是他壓到我最後一根底 就是 一根底線 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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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有傳訊給我 因為那時候就是已經分手了 已經分手狀態 但是因為分手啦 就是因為我抓到他就是 也有另外一個女生 劈腿 YES妹 不舒服 真的是不舒服 然後他就傳給我 又跟我講說什麼 反正就是叫我 小心我媽媽的安全啊 什麼什麼漏 他好像這種東西 真的我不行耶 太誇張了吧 簡單來講他就是想要兩個都要 他就是一手握著一個 一手又想抓一個 對 他就是想要兩個都要 然後他就覺得 就是我就說 就我們就已經結束了 那我就成全你們了 那我既然都已經成全你們了 但是你又一直在那邊不放手 然後對外又再到處一直跟人家介紹你的新女友 然後就變成朋友 大家也都覺得說到底 到後面就是變成他的朋友都跟我很好 然後搞到這樣覺得他搶走 就我很想搶走他朋友 可是實際上並不是我搶走他朋友 就是他有點人格崩壞了 就是你一直不知道在做什麼東西 你真的覺得大家都看不懂 他這樣真的是不太好 我們還是可以祝福他們的啦 如果真的是可以祝福的 對 但就不要再來狗狗你這樣子 對但我真的還是會很害怕 因為他後面大概就是又纏了我 好像大概差不多兩年吧 他說每個月都會傳訊息 然後我就到後面 因為他不是就恐嚇我嘛 然後我就把他封鎖 封鎖完之後他就 封鎖完之後他就寄Email 寄Email 寄Email 你說那種合作信箱Email 對 沒錯 然後一開始的時候是一直在罵我 然後到後面就跟我講說 就是他對我就是覺得很抱歉的時候 所以就太瘋狂了 他後來就跟我道歉 就是一直 我不知道我就不知道在演 我覺得他好像可能有點 可能心理或是精神這樣 這也不好說啦 但是可能 可能他曾經還是很愛你的 因為他一開始 我不可否認他一開始的時候 對我是真的很好 其實天天說真的 也是算是很醜妻的那一種 就是對女朋友是很好很好的 可是這到後面 對就是這樣子 沒關係 下一個會更好 你看我們鏡頭前面的 大家都在排隊了 那不然星辰 換妳來跟我們聊一下 就是妳的擇偶條件有什麼 妳喜歡什麼樣的男生 開放出來 開放真有 妳的條件 欸妳知道我每次講這條件啊 然後真的自己就是選擇的時候 我都不出了一條件 不然我來問好了 妳喜歡外表是怎麼樣 像上次我就說我喜歡乾乾淨淨的嘛 然後不能有胡渣 然後上次也問妳說 胸毛妳好像不太心 那妳喜歡外在比較像 有沒有什麼類型的男生 我比較喜歡陽光的 喔 陽光 一定要 沒有 因為我那麼愛運動 如果我那麼愛運動 另外一個就是不愛運動 就可能像我在打球 因為在旁邊看我打球 喔 或者在旁邊踢醫院滑手機 是不行的 所以妳希望就是妳的另一半 是可以陪妳一起運動的 對 可以跟我一起運動 那膚色沒有關係對不對 假設她是白霸對 但是她 她是可以 可以跟你一起運動 妳就可以 可以 只要可以跟我一起運動 我覺得就OK 喔 那這樣很好欸 這個條件其實大家應該蠻容易達到了吧 因為其實現在運動的男生也很多 對啊 但是不運動的男生也還是蠻多的啦 對 那像在個性上妳有什麼要求嗎 個性上我喜歡幽默風趣的 喔 要好笑幽默風趣的 就會逗我笑的 好 那我也可以啊 哈哈哈哈哈哈 對 妳不覺得就是每天太開心心的話就會 太常的快樂 對 所以就是講話內容要有一點有趣 楊花 個性就是要幽默風趣 那星辰妳可以跟我們分享說 如果男生 有沒有曾經做過什麼事情讓妳覺得 哇 小路亂撞然後 怦然心動就覺得就是她了 可能因為太久沒有心動 喔 沒有 太久沒有什麼 講清楚太久沒有什麼 太久沒有心動了 沒有 妳在想什麼東西 我覺得就是 男生會做一些那種一些小細節 就是注意到一些小細節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很貼心的 我就會覺得蠻心動 像定期的話呢 大家都有看到 就是每週日的晚上10點 我再幫大家打廣告是 因為我有參加一個節目 叫做戀愛上線中 對 妳們進去裡面看 妳們就可以懂了什麼叫做 紅了很心動 因為你知道像友誼派有一個人 我真的是臉超紅 真的假的 我自己 其實有讓妳會臉紅的時候 臉超紅 因為我很緊張 我那時候很緊張 我好像也很久沒有那種 心動臉紅的感覺耶 我已經像她紅的耶 不是 她腮紅 她腮紅 看到星辰這樣子 好啦 那非常謝謝大家今天 來觀看小真乃的頻道 那也謝謝邀請今天星辰來到我們的來賓 那如果各位有喜歡星辰的話 也可以去星辰的頻道 星辰要去哪 真的 這不好意思 哪裏我看 這比較白一點的不好意思 我剛才看哪裏 這裡啊 這裡啊 妳有沒有看到這個比較白的 不像是掀開了 對 就這裡 我可以偷閒一下嗎 裡面是白的嗎 我偷閒一下 是白的 真的 是不是很羨慕 屁股屁股的地方 屁股的地方也是白的 現在不好看 星辰想說 我來小真乃頻道被霸你 還被寫比基尼有沒有 欸真的 這個可能 這個要付費 付費頻道 付費檢測 付費檢測 是嗎 可以 還有